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先做续作 至于一部分玩家询问 续作使用虚幻四引擎 会不会因为经济原因 Epic独占的问题 开发者明确表示不感兴趣 另外制作组表示 在专注续作开发以外 建设的bug修复工作 依然会继续进行 此前大火过的动作设计游戏 一记灰烬重生 开发商宣布本作的销量 突破100万分 目前本作正特价促销中 新史低98元 并且在公告中 官方表示本作的硬核模式 即将在10月31日更新 硬核模式下 角色只要死亡一次 游戏内容将会全部归零 此外 根据公告中 给出的游戏内容更新时间表 在2020年早期 本作还会更新新地图和生存模式 并且明年还将 公布一款可能与一记灰烬重生 有关的新游戏 上周发售 立即遭遇大量差评的 大风石的制作组 终于坐不住了 大风石在官方脸书中 公布了11月的更新计划 表示游戏会加入自定义玩法 可以自定义出使金钱和存款 还有全新角色 以及增加格数大于200的大型地图 并且优化内容修复bug 游戏刚发售就更新角色和地图 看来制作组是把之前准备做付费DLC的内容 拿来当免费更新换口碑了 看了下这几天 大风石的差评 主要还不是游戏内容的问题 都是因为联机模式掉线的 希望官方能够尽快解决服务器问题 全面战争模拟器特价促销 新史第37元 本作的游戏开发商 最近马不停蹄的为游戏更新了两个战争阵营 其中为万圣节更新的亡灵阵营 包括了七种亡灵单位 以及两张亡灵地图和一个亡灵战役 而上周更新的海盗派系列 则包括了七种海盗单位 和一张海盗主题地图 以及四个隐藏兵种 喜欢沙雕像战争模拟游戏的玩家 不妨入坑本作 由全季俱乐部创作团队的 原班人马打造的 中世纪墓地金融模拟游戏 首墓人特价促销 新史第38元 包含全部DLC和本体的大包 售价78元 游戏中 玩家将运营一个墓地 你需要处理尸体 收集资源制作物品 扩张你的墓地 整体风格有点像星路谷雨 只不过墓场变成了墓场 近日游戏更新了全新DLC 新增6-12个小时的附加游戏玩法 包括玩家可以经营和建造球馆 安排鼠塞和相声活动 以及通过完成数十个新任务 深入了解村民和整个世界观 本作同样适合喜欢杀雕像的 模拟经营游戏的玩家 国产平台动作游戏 霓虹深渊 商店页面上线 预计2020年发售 并且游戏上架了免费试玩版本 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好像叫霓虹 或是霓虹画风的游戏 好像是越来越多了 说回游戏 本作是一款平台设计游戏 玩家要操控角色 在霓虹闪耀的地下世界中探索 涉及道具 兔兔兔怪物 核心玩法 其实和以赛的结合一样 也是不同能力和道具之间搭配 带来的爽快感 那么今天的每日情报就到这里了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访问YCCG 售卖76折Steam充值卡 和高折扣CDK的淘宝店 和微信小程序 那么